翻譯 大家好我是蘇哈 我身後有看到什麼 然後周遭遇到什麼一些人事物 想到什麼我就從那邊出發 其實基本上創作的東西 都是圍繞在我周遭的 生活中看到的或是說 你看的電影啊 看的電視節目一些新聞 或是從書記裡面看到的一些圖片 都可以是靈感來源 通常我喜歡去捕捉一些人 比較不會去注意到的一些東西 就是你習以為常的東西 然後你把它放大 放鬧到很大 讓人家可以看得到 去注意到 這個作品主要來自於就是小孩子的 都會參加一些著色比賽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那我就設定一個模板 然後上面可以讓他們去自由發揮 可以去自己蓋房子 自己想要做一些什麼想像空間 就是我比較不會去設計說 這幅畫要怎麼畫 所以我那個著色的樣子 它只有招牌跟底下一樓的外型 你可以發揮想像空間 因為我覺得想像力比較重要 你可以創造什麼東西 你可以給人家代表什麼 就是代表你有想像到什麼 一些空間 你如果設定的話 你的作品就會受局限 就會跟別人一樣 這是個產靈感來源 主要來自於Costco 我家附近就有一家Costco 我就發現它的那個英文名字 跟我的本身的名字有點類似 所以我就去做發想 因為之前是玩街頭塗鴉的 街頭塗鴉很喜歡在路上簽自己的名字 那我用這個方式把自己的名字 做在創作上 那我把胡適合改成胡卡 就是因為街頭塗鴉喜歡在街上簽名字 可是對於一般大眾人 他們比較不會去就是care這種事情 所以我就故意用這種比較幽默的方式 去想說誰會注意到這件事情 然後間接去講述 就是資本主義跟消費跟人 跟自然環境整個的關係 因為我們要蓋一棟房子的話 你必須把當地的自然環境去破壞掉 所以我間接也用了NFT來去代表這整個概念 它原本是來自於我用3D軟體製造 然後把它存在於區塊鏈上的 可是我現在是把它從虛擬把它拿到現實 就好像現在大家都把 講求把現實去做到虛擬 可是我又把它相反過來 我比較喜歡去做一些 就跟人家相反的事情